加拿大溫哥华宿里志工 参加了牛仔节的活动 推广蓝天数学计划 邀约更多人付出爱心 帮助贫困的学童 苏格兰风迪和美国牛仔骑士 各个五花八门队伍热闹游行 当中最受瞩目的是将回收纸类 做成牛仔帽的瓷器志工团队 其实多位温哥华宿里志工 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 为了社区牛仔节游行 制作了延续雾命的环保装饰品 他们所到之处备受关注 也把握机会沿路分送近似于卡片 回到联络点人潮也跟着带回 游行民众当地医员都在第一次造访下 认识实际推动多年的蓝天助学计划 以团结社区为目标 以助同就学为目的 这份愿景让印度裔民众也深受感动 爱心没有上线 大家一起在这天见证 慈善与社区的紧密结合 该新闻之上之中 吴群芳 刘德坤 黄天华 加拿大报导 欢迎订阅